我們回到這邊來 要把箭頭的部分完成 那麼 箭頭我們要完成的話有七種方法 一種當然是你可以在外面把箭頭做好就把它揮進去 你也可以在什麼 你兩車這邊做好這種扣筆貼進去 也可以 那在這邊呢 一樣的要麻煩各位就是在Front做 不要在CAMELA 因為這樣真的很難做 因為你要跑來跑去的 所以請你呢 左邊的視窗還是把它切在Front 還是把它切在Front 這樣你會比較好用 會比較好用 再來如果你想要在A裡面直接來畫箭頭 其實也是可以 我們可以用空白的圖層來做 那這兩個 各位應該覺得有點熟悉對不對 我們在Flochart研討論 有沒有參考線跟尺規或尺標 你可以來這邊 把它顯示出來 怎麼顯示呢 你先切到這邊Front 確定你在Front這裡 我來上面這個View 檢視 你會發現有一個叫 Show Ruler 看一下 Ruler 今天 拿出來了 那參考先怎麼丟 就這樣拿出來就好 等一下我們再丟 所以我來這邊先清真一個空白的圖層 Solid 好什麼顏色呢 就跟你的線條顏色一致就好 你可以用滴管直接吸它 好直接吸它 好進來 但是進來之後要不要變3D 要 要變成3D的 好那因為這樣子 你在看的時候 這個顏色 你現在看會有點不舒服嘛 所以我先把它改一下 好這樣子各位眼睛比較不會那麼刺眼 等一下再改一下就好 那麼怎麼用呢 記得喔 增加了之後要把它變成3D 那我把它放到下面來 你把從尺規或尺標上面一拉出來 200 這樣就可以拉 那就看你的箭頭 你要做多大的 因為這個是給你做參考用的 好如果我要做就是大概200像素 就是半徑是200的齁 所以我就把它拉到這邊 有沒有我就一個 中間大概是1200嘛 然後這裡 1000 1400這樣就有 那水平的也是一樣就把它拉下來 這樣的話呢 你要做這個箭頭 相對就比較容易一點 好比如說箭頭到這邊 那如果你要有那個尖尖的 像我們在這邊我有做那個尖尖的 有沒有 那你就要再多一個參考線 這樣你才會繞回來 那好了之後呢 你就可以用你的被子曲線 鋼筆工具 準備照著這樣子畫下去就好 不過呢 留意一下 預設這些參考線並沒有鎖起來 所以我的這個 游標移到參考線上面的時候 它會變成是移動這個參考線 這樣就沒辦法畫 所以呢我先把 在View裡面 我們先把它 參考線鎖定一下 這有個叫做 鎖定鎖定Lock Lock Lock Ruler有出來了 它有一個Lock在哪裡 Lock蓋了 已經有了 沒有 它沒有鎖住啊 這裡 這樣它可以按有沒有 把它鎖定 這樣你滑過來它就沒關係 所以我只要點一下放開 點一下放開 假設你要做尖尖的 我們就這樣 拿到這裡 變成封閉之後 因為就變遮罩 所以有沒有就不見了 就不見了 所以其實 這個使用方式 跟你平常在你熟悉的 Forschel療程 都一模一樣 只是拿來A裡面做 好不好 就給各位先試看看 把你的箭頭先把它完成一下